好 那么呢 我们接下来再来介绍一些这个Stream的Member function 来看看我们可以怎么样使用它 那首先第一个议题当然就是 我们想要input的东西进去嘛 那我们刚刚已经做过用assignment的方式了 那我们现在想要把这个东西 打进我们的Stream里面的话怎么做呢 基本上呢 我们一样可以用这个C in 大于大于 这件事情 那我们呢 这个如果把一个C++Stream 放在它右边的话 马上就可以实现这个效果 那我们很快试一下 比如说这是我们刚刚的这个Program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Stream 那我就来 好 那我就来C in myStream 这个 把东西打进去 然后呢 我要测试一下嘛 那我把myStream印出来看看 然后呢 我也想要确认一下 这个我不是眼花 所以我说 那不然我们来印一看myStream的第一个character吧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好 那我们就来 OK 那就 this is is a book 打错字了 不过anyway 你可以看到 首先 这里好像有点怪怪的 我在这里尝试 see out myStream的时候 只出现了 this 而我在这里尝试 要see out 第一个字元的时候 倒是没有问题 出现了t 好 所以我们刚做的事情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 好 那基本上是对的 只是 你曾经学过 当我们在用c in 大于大于 的这个inputStream的时候呢 whidespace 也就是空白键 它基本上 是以一个delimiter的方式在运作的 所以我们刚刚的 this is a book 它事实上会被空白键拆成 四个pieces of information 然后呢 先倒进去 我们刚刚的myStream的呢 就只有this 这四个字元啦 所以我们之所以 会遇到这个情况 是c++设定的嘛 那c++帮忙 帮我们解决了 这个设计的解法 就是呢 我们可以用所谓的gate line 但是我们今天 不能使用 我们曾经用过的 see in.gate line 因为呢 see in.gate line 我们之前学的时候 它的要给你放进去的 argument 是一个see stream 你必须要放 字元阵列 才可以运作 那么这个函数 已经被写好了 所以在 Stream 这个library里面呢 我们有另外的函数 这次这个函数 是一个global function 叫做gate line 然后这个函数 是define在stream里面的 用法呢 是长这样 看起来有点微妙 就是呢 get line 然后呢 传一个see in 三个大字进去 然后后面放你的stream 那 这基本上还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see in 这个东西本身 就是一个object 它通常代表着你家的键盘 或者是其他的输入装置 但总之 这句话的意思 无非就是说 我要从see in 这个东西 来输入东西 到我的小s里面去 那大家可以试着阅读一下 它这个library的写法 gainline函数 然后呢 这里 跟这里 分别是一个 istream 也就是input string 然后传进去的东西呢 是一个input string the reference 好 那这个越读越头大啦 不过你知道 the reference的话 意思就是 请你传 那个object进去 然后呢 这里 会把那个object the reference 拿来用 或者是你把它想成是 这个object本身 拿来用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呢 最后 这里 请你把一个stream 传进去 而且是传reference 以便 code by reference 这个函数 会modify 你传进去的东西的内容 好 那我们很快地试一下 今天呢 照它的指示 OK 那我们就get line 然后 c in 对吧 然后呢 把mystream传进去 好 我们来试试看 这样行不行 那么我们就 this is a book 这样 诶 果然这样子就 什么东西都有啦 这样子 所以用get line 然后呢 把信息传进去 就可以解决我们刚刚说的问题 那么 by default呢 这个get line 它就会在遇到 new line character 也就是我们按enter的时候 它会被切掉 那你也可以用其他的东西 当delimiter 你就加第三个参数 比如说 我如果加上这个 警字号的话 那么 就会变成在 警字号的地方切开 而不是在 换行符号的时候 切开啦 那这个有兴趣的话 大家自己试一下 就可以了 那好消息是呢 现在这里是 没有长度限制的 那因为你要装东西的 这个stream 基本上 可以被想象成 就是长度无限长 所以基本上是 没有这个 长度限制的 好 那么呢 我们有了一个stream了以后 忍不住就想要取 substream 比如说以前 对Cstream 你也这么做过 对吧 你如果忘了是什么函数的话 诶 就把它忘了吧 因为你以后 大概就是用 C++Stream 比较方便 CStream恐怕不太需要再用到 好 那回来 我们在C++Stream里面 要使用的函数呢 叫做 substream substream 这样子 那我们来试着阅读一下 它的这个header 这个东西呢 是所谓的这个 一个stream 的这个class 里面有一个 member function 叫做 substream 然后呢 它会干什么 它会请你 这个 告诉我 你要从 哪一个position 开始 取多少 的字元 然后呢 我们就 从那里来 结一段东西出来 好 它因为是一个 member function 所以你要用一个 Stream 用一个Stream object 去呼叫它 呼叫的时候呢 就是从 这一个 Stream object 的某一个地方 开始 去取某一个长度 然后把它们 切成一个 Stream 回传出来 这样子 然后它不会影响到 原本这个Stream 所以它是一个 Constant function 好 那么呢 这里有一个 看不大懂的 npos 这是什么东西 npos 是一个 static的 member variable 它呢 基本上是表示 这个 maximum possible value of type size t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里 如果你不传 这个 第二个 argument的话 那它基本上就是 设定 你从你设定 要开始的地方 一直吃吃吃吃吃 吃到最后一个字元 然后把它们变成 substream 传出来 所以基本上 就是要设定成 可能的值 的最大值嘛 那么可能的值 最大值 就是size t 的上限 那你 我们就请你不要知道 size t 是谁了 你当然也不知道上限 所以它得要有一个符号 告诉你 什么是上限 就是这个npos 所以这个npos呢 你就把它拿来用 那它呢 就会告诉你说 喔 这就是最大 可以大到什么程度 所以你如果不传 就是吃到最后面 你就会有传 就是吃到你吃的那个地方 所以呢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今天 s是abcdef 如果我尝试 从第二个字元开始 往后取三个字元的话呢 就会得到cde 因为第二个字元在这儿嘛 012 所以所谓的第二 其实就是第三个的意思 从c开始 取一个 两个三个 所以取cde 这样 那么如果你不传的话 你就会看到 只有传2 那2当然就是当成第一个argument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从2开始吃到最后 就会给你cdef 就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使用了这个default argument 那这个还不错 帮助大家把程式这个library用得更方便 然后呢 在一个stream里面 我们可以使用find 来找找看 一个stream 或一个character 是否存在 那c语言的时候 我们用过这个strstr 或是strchr 之类的函数 那么我们这里呢 用find 那也是很快的来读一下 给你一个函数的话 我们呢 这个 给你一个字串 那么你可以干嘛呢 你可以传入这个字串 并且说我想要从某一个position 来开始做搜寻 好 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给你一个abcde 你问cde是否存在 就把cde从这里传进去 然后呢 你要从第一个字元开始搜寻吗 还是第二个字元呢 还是第三个字元呢 就是这个position的概念 那么 你可以 不要传 c++string 你可以传 cstring 你也可以传 一个字元 所以总之 这个地方 他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让你可以 传东西进来 然后搜寻 然后因为做了function overloading 所以你要传 这个 string c++string 还是字元 都ok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这里 它传reference 因为这个基本上 你就不用copy一个object 这样比较快 但是为了避免东西被改掉 所以constant 然后呢 这里传的是这个指标嘛 那因为这个字元阵列 本质上就是要用指标丢 所以这里一样 帮你放constant 然后呢 这里三个都是constant 那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不想要改到这个object本身 然后最后 前面回传的是size t 因为它要告诉你的是 这个东西如果存在的话 存在在哪儿 好 那所以它回传什么 回传找到的那个东西 the beginning index 所以确实有可能是 一个很小 或一个很大的数字嘛 那有趣的事情就是 如果不存在的话 它回传npos 就是那个你不知道是什么数字 但是你知道它就是 最大可能的数字 的数字 ok 所以来试一下 今天如果我s 叫做abcdefg 如果我尝试去s里面做find 那么呢 我们就要来看看 我们能不能find到东西啦 好 比如说 我今天在这里find的话 我如果把bcd 直接丢进去找 然后不指定 从哪里开始找 它就会从头开始找 然后呢 从头开始找 这个是0 这个是1 一下就找到bcd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回传值就是1 就不会是这个npos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把它印出来 就会印出1 那我们来试一下 好 像这样 所以说印出1嘛 一点都不奇怪 那么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这一行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 尝试找一个找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bcdi好了 这样子 好 这个时候印出来的东西 就显得非常的奇怪 对吧 所以find的这个函数 我们确实必须理解它在干嘛 如果 它找不到 它就会回传 这个所谓的npos 这个很大的数字 来告诉你它不存在 来indicate它不存在 所以你得要知道这件事情 并且适当地 把这个 if的这个判断句子加上去 才可以避免它 这个印出很奇怪的数字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string呢 可以很方便你做comparison 以前啊 我们会用str cmp 这个函数 然后在那边烦恼说 什么大啊小啊之类的啊 这个记忆体啊什么的 现在呢 就是很简单 你就直接用这些 overloaded的operator 就可以啦 你有大于 大于 大于等于 小于 小于等于 等于等于 和不等于 这样 基本上就是用alphabetical order 就是字典顺序 来做比较的 大家有兴趣 试一下就好了 非常的简单 if s1 大于s2 然后它就会回传该回传的东西给你看啦 这些comparison operator呢 你丢literal 或是丢cstring 也是可以的 只要你的comparison 其中一边 是c++stream 这东西就会work again thanks to operator overloading 不过呢 你也知道 如果两边都不是c++stream的话 这东西就不能跑 所以 它是为c++stream overload的 所以呢 你这个两边都丢cstream 什么的 是不能做的 那么 像这一些 刚刚介绍的 各式各样的函数 你就说啦 老师啊 这个 这么多东西怎么记得住 诶 不需要记 因为呢 你现在只要去查 就可以了 要嘛你查书 不然你就查 website 那我们这个 很快地展示一下 你要查的话 要怎么查 基本上 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你就是打开 你家的这个 浏览器 你就说啦 好我想要找c++ 然后呢 我想要 做一些跟 string有关的事情 好那就打string 那你如果有特定的目标的话 你可以打比如说 我想要做 concatenation 你就会发现有人查过这个字了 你就去查 那自然就会跑出一大堆的这个 比如说这里就讲啦 operator加 你都点进去看 通常会有一些很有用的这个资讯 那strcat排第二个 它是 cstring 你看cstring里面 的一个函数 或者是 大家的最爱 stakeoverflow上面 一定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那或者是呢 你连函数的名字都忘了 你就去查 c++string吧 点开一看 你就会看到这个网页 那这个也是很常看到的 叫做 c++.com 你呢 就在这里看 哦 这么多的函数啊 花个大概五分钟 三分钟的 把这一页读一遍 你大概就会找到你想要的函数了 size啊 length啊 maximum size啊 operator啊 这个加啊 加等于啊 等等的 就去看 很容易 你就可以找到有用的东西啦 好 那我们呢 如果在上面 查一查查一查 我们很快就会发现 诶 有三个函数看起来很方便啊 叫做 insert replace 跟erase 那这三个函数是好用到的一个就是 你几乎只要看完一个example 就可以理解它们在干嘛 所以呢 这里header大家有兴趣自己看 我们直接来看这个example就好了 基本上就是 有一个stream在这儿 我说我想要在第九个位置 来插入一串字 然后呢 我想要把 第17个位置 开始的三个字 replace 成另外一段字 然后呢 我想要从第17个字元开始 把四个字元 remove掉 好 那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基本上呢 层次把就在这儿 insert replace erase 大家可以看到 最后这一串字 变成了 today is totally my day 那我们来看一下过程是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一串字叫做 today is not my day 然后呢 我们insert totally 然后我们把not强调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来 把一些字 erase掉 所以如果你再执行一次 你就会看到啦 一开始today is not my day 插入today is totally not my day 再来强调 然后最后把not拿掉 这样子 所以呢 如果你用stream的话 这中间插东西啊 加加减减啊 是非常的容易的 只要你找到正确的函数来用 就可以了 好 那最后呢 还有一些函数 是很重要的 就是stream 跟其他type 之间的conversion 你如果都是basicdatatype的话 我们知道有一些casting的事情是可以做的 那么如果你用c++stream的话 那么呢 我们今天要怎么跟其他type做conversion呢 也是一样 用一些有用的函数 比如说 要把c++stream 变成cstream 请用cstr 这个函数 那你呢 就是一个c++stream 點cstr 出来的东西会是什么呢 就会是一个字元阵列 然后你可以把东西塞进去 大概是这个感觉 好 好 再来 如果你想要把它转成数字 你可以用stoi 或者是stof 或是stod 那么 当然就会分别转成int float 跟double啦 然后呢 如果你想要把number 转成c++stream 你就使用global function toStream 然后把你的数字丟进去 那么出来的东西 就会是一个c++stream的内容 然后里面就装着那些数字 这样子 这些呢 我们就不特别展示了 请大家有兴趣的话 或是有需要的话 自己去查一查 网路上的资源 或者是刚刚那个网页吧 好你想做什么事情 你就去打 c++ string conversion toothertype 之类的 肯定有 肯定有 大家就照着做 多练几次就可以啦